料理美味 不麻煩 德國BECCA 優活燉煮鍋 輕盈 多功能 美味 不流失 現在換你料理 購買德國BECCA 正是好時機 BECCA 對 討厭還是可以說洗鍋子的時候 鍋子下面有膠 然後就要用大力洗 那就是一個不太習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鍋子拿了很重的樣子 就從那個藏庫拿出來 也是就有每次都很麻煩的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比較感覺太不習慣的樣子 像那種那個便當料理 就是可以再出去 還是在家裡吃 那家人還是朋友一起分享的料理 類似我想要開發多一點 也是要說那個自己做料理的人 要開心做 就是在那個廚房裡面 跟家人還是那個朋友 就快樂的時間 在那個廚房裡面 這樣子還是覺得那個 做料理時候很重要的部分 瓶子是蠻好的 然後就發現有很多種類 所以就第一個印象就是 那個名產特別 然後就是德國的品牌 然後瓶子很好 種類是很多 所以就覺得真的很棒的樣子 就是BECCA有很多種類的那個鍋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什麼料理 你可以選哪一個鍋子用 做什麼料理 就是可以 就選擇是很多的 最好用的那個部分是還是就 摸子它就知道它是很精 所以就很好拿 就是很輕鬆的可以這樣子拿上來 然後它的那個加熱的效果是很快 所以那個放什麼料理就很快 就可以那個有這個加熱的效果 然後這個鍋子 表面有那個點點的 所以那個可以 就可以抓住那個水分 所以那個料理裡面一個 可以那個保住那個水分 所以就這樣子利用它 可以做很多種那個料理 像那個我自己的話 還是會做很多種那個燉料理 然後用成那個紅酒的那個燉料理 是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試試看像那個做咖哩 那咖哩的話 通常我們加這個咖哩塊 那它裡面有那個澱粉 所以說加熱太久的話 就鍋子下面容易那個黏住 但是用這個鍋子的話 就這個部分就不會黏在鍋子下面 所以就可以做出來很好吃的 啊 乾